對 看我們的外觀 你有沒有發覺Jaguar的XE 有像老大F-Time看齊的感受 它有很多的設計 其實都源自於跑車的DNA 這一次小改款的車型分為兩個版本 都是2.0升的高輸出動力的車型 但是它分為P250 R-Dynamic SE 以及P300 R-Dynamic S 那當然250跟300 就代表是它最大的動力輸出 所以今天我們開的是P250 也就是擁有250匹最大馬力的車型 外觀上它像了老大哥的F-Type 其實我進來車內我就覺得 這個方向盤真的是夠誠意 這個其實就像i-PASS一樣的方向盤 同時這個換檔撥片 鋁合金的斷面的感受 不禁得你想要讓自己換一下檔 那個感覺多好啊 然後250匹最大的馬力 感受真的是 蠻直接的傳遞動力 而且剛才愛達你在採油門的時候 我的感覺是這個變速箱 它是ZF的巴速變速 我覺得很棒 其實現在各大廠很多都採用 ZF的巴速自排變速箱 其實像我現在自己開的車也是用ZF的巴速變速 只是各家調教不一樣 我覺得ZF這個第一個 它是在正常行駛的時候非常的順暢 可是如果你要把它 熱血一下 對對對 在駕駛模式上選擇的同時 就會感受到 連換檔的速度 跟換檔的傳遞直接性 它都會有所改變 這是蠻特別的 而且加上這個椅子啊 剛才我們兩個不是在聊嗎 對 你的車上比較跑車化作業 所以坐起來比較不舒服 可是這張座椅真的很舒服 全皮的 然後它有透氣孔 對 冠儀你說的這個 一般我們會認為說 包覆性好的這種運動化座椅 基本上沒那麼舒服 確實是 我自己開的那台車就是屬於 包覆性很好的運動化座椅 但是坐久了真的覺得不舒服 這張不會 對 可是它又不是那種很舒服的沙發椅 然後你怎會這樣晃來晃去的 不會 因為它其實它也有包覆性 然後它的蝴蝶翼還蠻大的 所以各種身型的人 坐起來都會感受上是舒適的 是沒錯 那當然 這個小改款之後的車型 像我的前方這邊就是一個 12.3吋的數位儀表 就是你看像我現在有轉速 有時速 有導航 甚至左邊這一塊 因為我現在並沒有啟動 這個新的智慧駕駛的系統 所以它沒有顯示 它是灰色的 但是其實所以在我這個 12.3吋的儀表前方 就有非常多資訊的顯示 那關於我在看 你看中控 你會發現這兩個螢幕 很大對不對 對 10吋 對 你好聰明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英國設備 讓我們就很驚豔 這一個儀表的設計 對不對 其實這兩個儀表是10吋 對不對 其實中間這個 冷氣空調的旋鈕 你看它拉動可以做風量的選擇 按下去則是做溫度的選擇 溫度的選擇 而且是兩個都是可以獨立控制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的特別 再加上連這個中央的溫度顯示 跟風量的顯示 也都是什麼 也都是兩個小螢幕來去做控制 對啊 所以它的質感科技感 真的非常的好 你看每個細節都做得好好 你看旋鈕 你都覺得說Jaguar的品質 就是這樣 是 那當然這個不只有兩個10吋 是這個可以雙觸控 上下都是觸控的喔 對 以外啊 它其實它同時也有這個 支援Apple CarPlay 跟Android Auto的功能 那當然現在我的手機 放在這地方無線充電 這個則是要另外選配的一個功能 那它也可以選配呢 環境的360度環境 甚至我們在那個 Landroof上面 很喜歡的這個 電子後視鏡 其實它也可以去做選配 這是滿特別的 所以我們現在開的是這種 英倫風格的Jaguar 沒有好好享受它一個浪漫的氛圍 很舒服 是不是 很安靜 而且車內靜速性非常好 對 冠儀果然是這個 專門這個試車的 聽靜速性滿重要 以前不會在乎 但是現在都會覺得說 車的組裝品質 尤其是這種豪華品牌的話 我們一定要看嘛 沒錯 一坐進來你也知道 哇這個椅子 給你的感受就是 有包袱性 所以啊 它的這個操控性 其實也是它的強 其實最重要的重點是 這台車呢它用的是D7A的 鋁合金車體架構平台 也就是說 這台車整個車身 包含底盤 有高達82% 都用的是鋁合金的材質 而且它是不是前後的懸吊 也都是用鋁合金 是 沒錯 它前後都是鋁合金的懸吊系統 包含前面的雙二倍啊 後面的多點桿 全部採用鋁合金打造 所以啊 它在皇下的重量 跟車身的重心移轉上面 其實反應速度會相當的快 這一點呢 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 還有愛戴我看到 有一個那個模式啊 是 上面有個方格器 是 意思是不是就是 有運動化的模式呢 對 沒錯 這個地方呢 其實在排檔桿的旁邊呢 對 有蠻多的按鍵 當然啊 這個引擎啟動扭啦 循跡方向的關閉 跟這個START-STOP的這個控制 還有一個斜坡環這樣系統 那在最靠近駕駛者這個位置呢 則是駕駛模式的選擇 它有好幾種駕駛模式 那當然啊 往上一般來講 正常的模式就是 所謂的舒適模式 是我們現在所選擇的模式 如果你往上推呢 可以選擇節能的ECO模式 再往上推呢 則有這個所謂的 潔冰雨天雪地 的一個這個模式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說像這個 冬天的時候 河壞山下雪 你一定想要上山去上雪 那這個時候呢 車的動力輸出太過於強大的時候 它會造成這個輪胎的打滑 所以它會讓你有一個 所謂的雪地模式呢 讓這個輪胎呢 用二檔的起步啊 或是動力限制的一個範圍 讓這車能夠順利的起步 還有台灣很容易下雨啊 對啊 雨天的時候 比如下磅礡大雨的時候 沒錯沒錯 尤其在高速公路行李上 很多時候 雨天的時候 你會因為兩側的路面啊 這個摩擦係數不一樣 導致車子會滑來滑去 畢竟它是後驅前後驅嘛 這個時候你選擇雨天的模式呢 相對而言會變得更加的安全 對 不過我最喜歡的還是往下搬的 方格旗 叫做動態模式 那動態模式你看啊 方格旗 連我前面的儀表板 都變成紅色的 都紅色的 所以這個已經告訴你了 請你準備好好的熱血一番了 好 它有一些不一樣的感受嗎 來我現在油門踩下去 有耶 你聲浪都不一樣了 對 而且你有沒有感覺到 剛剛我們出來的時候 我有小踩一下油門 然後我說 哇這個鋁核心的換檔模式 我好想要試一下對不對 但是我一般的那時候 其實換檔並沒有那麼震動 對不對 對 沒有這麼誇 可是當你放到這個動態的 這個模式的時候 儀表板變成紅色 它換檔的速度變快了 而且傳遞的效率更加的直接 就是二檔換三檔的時候 馬上結合馬上給你力量 所以那個車的換檔 砰砰 就好像有人從後面踢你一腳 那樣子的推力 讓你這個 無論是在實質上的速度感受 跟體感上面的一個熱血 還有耳朵聽到的那個聲浪 是 這一點是蠻特別的 那當然除了這樣子的動態性能之外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鋁核心的 這個車體結構平台 讓這個車子呢 有很輕盈的一個動態表現 其實我覺得多數的消費者 還是非常中意的是一個安全的部分 對 安全我要幫大家感受 我也想開 好 換手 OK 關於這台車 你最喜歡的 全速域ACC的主動性 是 有Stop and Go對不對 對 有Stop and Go 是車流排隊輔助項目都有 所以它有這個 但是它的啟動條件是在車速 16公里以上 才能夠啟動 而且它的操控非常便利 就是我們在方向盤 右方向盤的按鍵 往上一推就好了 沒錯 那其實我蠻喜歡這個方向盤的按鍵 因為它是這種很像 鏡面觸摸式 然後有亮燈的一個構範 是質感很好 對 而且它的車去控制是有四段 四段 車去控制有四段 對 所以有了這個最好的 大家最需要的ACC 主動程序定速訊軟系統 我想在長程的旅途上面 就會非常的方便 那除了ACC之外呢 它也有這個LKA的 車道偏移輔助系統 有 你看 大家你看 我現在有點偏移對不對 然後它就呈現紅色的 是 它那個你的儀表板左側這邊 就顯示你的車頭 跟兩邊的車道線 對不對 對 所以非常清楚的能夠判讀 那當然它這台車 也有選配一個 很棒的抬頭顯示器 你可以看前戲 他們也可以顯示這樣相關的功能 有 而且速限它也顯示在上面 是 沒錯 好大的面積喔 那所以啊 這個基本上呢 包含了 大家都要有的AEB的 高速自動煞車輔助 BSA的盲點偵測 其實這些 配備 這台車 非常完整 都有 而且開起來真的不錯耶 不錯喔 你剛剛講說它是鋁合金的底盤 那些 我覺得很紮實 你會覺得很輕盈對不對 但是其實它的貼力性 跟紮實度相當好 對 是不是 對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 英倫風格式的設計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開 滿街都有的這個 三系列 C-Class 當然這個會是一個 蠻不錯的選擇 非常細精 開著膠掛的車啊 不論是哪一款 你的貴氣明顯比附 它要更引人注意喔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開制服車 而且也不想跟大家出去的話呢 到底呢 除了膠掛之外 還有哪一些選擇呢 然後羅哥 你會推薦給大家什麼樣的 比較獨特風格的車款呢 對 同樣的這個級距的話 我會蠻推薦這個Volvo的S60 好 那我們想這個Volvo嘛 大家一想就會覺得 安全 這個它給大家有一個很好的 根深蒂固的觀念 的確 它的這個AIDAS系統 也是真的做得相當不錯 不管是跟車啦 或者是車道的維持啦 它甚至於 如果萬一你不小心這個打個盹啊 開到對向車道去 它會自動幫你 啪啪拉回來 你這個車道 對向來車閃避 對對對 所以等等等等這些功能 它是真的是走在很前面 尤其它的影像辨識系統 可以辨識的東西很多啊 還有大型動物對不對 對大型動物啊 有些你想都想不到啊 我們很難在路上 看到一隻那個迷路走過去對不對 對 他們都有想到 所以這一部分 我認為是不錯的 然後呢 它在動力的部分啊 它也提供很多選擇 T4到T5到T6 它甚至於它的那個 Plug-in Hybrid的技術 現在的Volvo幾乎全車系 應該已經是了吧 從輕油電開始到 這個Plug-in Hybrid 他們已經實現了他們當時的承諾 全車系一定要油電 但是你要渦輪性能我照給你 所以它雖然那個比較 我們有些這個性能迷 會覺得說 你這個前輪驅動嘛 對不對 有一些人就會比較喜歡後驅 像愛打對不對 非後驅或四驅不開對不對 當然 如果你安全的話 這個Volvo S60是相當非常非常好 那如果你對駕駛 其實它也是有駕駛樂趣的 只是說 後驅跟前驅開起來 是有點點不一樣 對 但是它的動力 還有它的安全感 還有它的舒適性 尤其它的那個 inscription那個版本 你就知道它內裝的用料啊 還有它的音響效果 它真的是講究到一個 非常極致的程度 所以我蠻推薦 大家去研究一下 S60這部車 對 因為每一個人買車 除了讓自己的車認為 跟別人不一樣之外 有些人可能注重的是操控 有些人更注重的是安全 如果你覺得安全 你是放在第一位的話 然後又想獨特的品位的話 的確Volvo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愛打你喜歡後驅車 你接下來 你要推薦給大家這款呢 獨樹一格的這款是什麼車 其實也不能講推薦了 因為 因為你已經買了 這個事實上就是 當時我在這個 Jaguar X1 跟這一台車 Alfa Romeo Giulia 做了一個選擇 那剛剛我在以介紹 Jaguar X1的時候 我認為它是一個 英倫的紳士 但是充滿了運動 氛圍以及性格的一個 這個車種 而且是非常獨特的一個存在 那 如果說Jaguar是英倫紳士的話 這個車大概可以說 它是所謂 意大利狂圖的一個概念 真的 對 但是它設計感 當然更強烈一些些 可是呢 就是你怎麼去形容 如果你像我一樣 不想要開 再開雙B車的話 可能在這兩台車裡面 你可以去選擇一下下 那還是一樣 但這個車台灣沒有代理商 然後毛病又 稍微多一點點 就是如果它壞掉了 或是撞到 大概也沒有料可以修 一代料大概三個月到半年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 不想要再開這個 德國中規中矩的這種 房車的話 想要帶野一點自我風格的話 我會建議你選擇 Jaguar的XF或是XZ 都是滿不錯的選擇